先決條件就是要先過教練這一關 沒有過教練這一關 我這樣會被夾在中間會很麻煩 其實我就是射手說我比較浪漫就是主要走 我就是比較走就是感覺派的 就是要相處之後才會知道說 彼此到底適不適合這樣 想請教育婷說因為現在育婷真的粉絲非常多 那大家都非常好奇育婷的理想型是什麼樣的類型 可不可以幫我們具體的描述或形容一下 或是教練有沒有要把關的 先決條件就是要先過教練這一關 對你沒有過教練這一關 我這樣會被夾在中間會很很麻煩 對那再來就是其實大部分就是 靠就是其實我就是射手說我比較浪漫就是 主要走 我就是比較走就是感覺派的 對其實就是要相處之後才會知道說 彼此到底適不適合這樣 這樣應該挺具體的 對就是要關鍵制 先過教練這一關 還是要相處過才知道 教練有沒有一些先決條件 我想這個先決條件應該就是說 你要先能夠體會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選手 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 生活飲食 起居 習慣 那包含 大家外在怎麼看他 這樣子 那如果 你能夠 支持 能夠體諒 這樣的一個生活環境 那才有機會來報名 是 今天很多御守們知道有個方向了 謝謝余婷 謝謝教練 謝謝 謝謝 祝福大家擁有愉快的每一天 女生不為誰的想像而生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下次見囉 掰掰